前首相纳吉涉嫌的SRC公司舞弊案 从去年4月开审到表罪成立 自便盘问花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 那在高庭7月28号宣布判决之后 就代表这件案件圆满结束了吗 纳吉还有什么后招可以用 首先我们来看 假设高庭宣判纳吉七项控状罪程 纳吉就会在刑事失信罪烂权罪和洗黑钱罪下 被判监禁最高125年编持跟罚款 但是被判入狱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纳吉的辩方律师还是可以提出上诉的 那假设高庭宣判纳吉无罪的话 也不代表纳吉可以马上跟案件脱离关系 因为控方也就是总检察长也有权利提出上诉 上诉庭是我国第二级法院 那案件来到这里就会有三名法官联审 无论结果是驳回还是推翻高庭的判决 控辩双方都还是会有最后一次的上诉机会 那案件就会来到第三阶段联邦法院 经过司法审核之后 如果联邦法官宣判纳吉无罪的话 那案件就会被撤销 纳吉也会无罪释放 那如果来到这里 法官还是维持纳吉有罪的话呢 他还有最后一张牌 就是请求最高元首特赦 就好像之前前元首特赦公正党主席安华的案子一样 那无论如何纳吉在SRC案被判有罪还是无罪又有什么影响呢 假设纳吉被判有罪的话 他就会失去国会议员的资格 而国盟也会失去一个国席 但也有可能在层层的程序完成之前 我国先迎来大选重新洗牌 那SRC公司本来就是一马公司的子公司 两家公司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就不知道SRC案的判决会不会千亿发而动全身呢